怀孕最早的真相就是停经 正常女性的月经周期一般是28天左右 就是前后不超过一个星期 如果一个女性的停经 就是按照正常月经周期 停经超过10天 这个时候你就要高度怀疑 她有没有怀孕的情况 有没有怀孕的情况 这时候一般到医院以后 大夫就会给她做抽血 查HCG 如果HCG升高 那就可以明确了 诊断她已经怀孕 但是怀孕又分为宫内孕和宫外孕 所以说这个患者 35天左右会建议 病人再做一个避抄 避抄的目的就是看这次怀孕是宫内 还是宫外 如果是有目的呢 去怀孕 就是想要这个孩子的话 一般来说 在受孕这一段时间内 第一要避免受量感冒 特别是不能够被病毒感染 因为这一段时间内 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 最容易出现急刑 甚至会胚胎停育的情况 所以要保持情绪乐观 要防止受不了感冒 防止病毒感染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要补充什么叶酸 要加强锻炼 但是呢 又不能够活动过度 又不能活动过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